NB的Revo V4 Nike的小飛馬40一代 美金龍的Web Rider 28 其實後跟有一點點沒有這麼穩的感覺 忽然感覺很像踩在很厚的沙發上 它的後跟相對於上一代其實也有更變厚了一些 接下來跟大家推薦新手友善特區的跑鞋選擇 大家常常在新手友善特區下面留言問到 就是如果我是像這樣的新手 然後我在平常配速沒有那麼快 里程沒有那麼多的情況 適合買什麼樣的跑鞋 當然我覺得以新手會選擇的跑鞋大概就兩個面向 第一個價錢一定不要太貴 因為我才剛開始跑步 你要我馬上買一雙8千1萬的跑鞋 我一定是買不下手 因為我不確定我對於跑步到底興趣會持續多久 第二個就是跑鞋會不會強度太高 以新手的能力來講會不能駕馭 所以今天我們就要來跟大家開箱眼前的這三雙 價錢大約是落在3000塊上下 那以它的性能來說是比較適合新手定位區間的跑鞋 那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今天的選手有 第一雙NB的REVO V4 第二雙Nike的小飛馬41代 最後一雙美金龍的WAVE RIDER 28 目前電商裡面應該最便宜就是MOMO了 那在MOMO上面這個平台 今天是6月19號 美金龍的WAVE RIDER 28 應該是2900元左右的價錢 可以買到這雙RIDER 28 Nike的小飛馬41代 算是剛上市不久 但是現在在MOMO上面已經可以買到3400元左右一雙 它的定價我記得是3800元 其實定價都差不多 都是3800左右 NB這雙定價稍微貴一點 它應該是4000出頭的定價 那目前在MOMO上面可以買到的價錢呢 是3200元 所以其實這三雙跑鞋 如果你以現在大家在店三台入手的價格 大約就是落在2900到3200元之間 我覺得也算是相對於友善的一個價位 不會這麼心痛 這些跑鞋也都是號稱很耐穿 跑個5000... 5000太多了 跑個500公里到1000公里 應該都是它還可以家喻的區間 看到這邊已經想說 欸教練 你推手新手友善的 這有兩三千 到底行不行 為什麼都一定要兩三千以上 不是真的你想要買的便宜的跑鞋 還是有 可能有1000塊上下的 但必須講這些跑鞋不一定適合新手跑者 因為他可能緩震支撐沒做那麼好 或者是他的品牌不夠大 然後你也不確定他穿起來的安全性如何 尤其在新手是經驗零 肌肉狀態零的情況 我還是推薦有一定程度的保護鞋子會比較好 當然啦 這些跑鞋 不是只有在訓練時候使用 因為這些跑鞋也兼具了上下班通勤的時候 也是他們適合的家喻區間 他們的走路啊 或者是平常的上下班 其實也不會到像碳板鞋那種 可能沒有後跟 或者是站在上面 就感覺一直被往前墊的這種暴力鞋款 所以其實你在上下班算是他通勤 你下班後要去訓練 也算是很萬用 這個價錢還可以接受了吧 第一次來跟大家分享的是這雙NB的Rebo V4 這雙跑鞋的定位是他們家的訓練鞋款 更頂級的話還有Rebo的Elite 以這雙鞋的尺寸 建議大家可以拿小半號 我平常穿亞特士美金龍 穿26.5 穿歐美系的Nike 愛迪達 我是穿26 那這雙的話 我是穿26會比較合適 因為這雙26.5 其實腳背的空間有點大 跑起來真的在加速的時候 我已經跑到最緊了 還是會覺得 有一點點鞋內空間過大的這種感覺 那這雙跑鞋的定位呢 我覺得他比較適合在 日常的低強度訓練使用 因為其實剛我在拿他跑一些衝刺的感覺 可能也是因為鞋背空間比較大的關係 所以他穩定度沒有這麼夠 第二個是其實他的這個中底是很厚的 所以你會覺得速度感 有一點點消失 你會力量有點不見的感覺 但如果拿他來做一個低強度的慢跑 或是比賽的節奏跑的話 我覺得以他的強度定位算是還合適的區間 那中底部分 雖然看起來一體層齡都是超厚的 但其實他的後跟啊 沒有這麼厚實的感覺 在落地的感受上 大家不知道我們有跑過有些跑鞋 腳感比較明確 通常是在前掌 那後跟可能比較緩正穩定一點 但中央反而有點相反 我覺得他在後跟落地的當下 你會覺得 他沒有這麼軟到讓你覺得不穩的感覺 但反而在滾動到前掌的時候 他這個前掌的厚度啊 會讓你感覺很像踩在很厚的沙發上 其實是很舒適啦 但是也會覺得腳感比較沒有那麼明確 所以路感其實是比較沒有這麼確實的 但是反而是後跟比前掌的這個路感 再明確一點點 但整體來說他在滾動的慣性來說 我覺得就是適中也不會過度暴力 那如果以這種抗旋轉來講 整雙鞋其實都是蠻軟Q的 不會有那種太好的 讓你很穩定 就是不太會變形的感覺 你真的要加速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覺到 這個鞋子的軟Q程度是很舒適的 但如果你希望他給你很好的包覆性 然後瞬間的加速那種 有束縛穩定的感覺的話 其實這雙鞋可能就沒有這樣的定位區間 那我個人認為他的體感 比較適合跑在7分數到5分數 我覺得都是蠻適合的家喻區間 那如果你偶爾拿來跑一些 比較長一點點的節奏跑 可能是4分30 我覺得就已經算是 這雙鞋蠻吃力的上限區間 再快可能力量就有點不見了 那以這雙鞋 我給他的軟Q程度 1到10分的話 10是最軟1是最硬 我覺得他大概可以落在 7.5到8分左右 整體的腳感真的是偏軟的 那如果以推進感受來講 我覺得也不會到過度暴力 如果10是最推的話 他大概會落在4.5到5分左右 就是算是很穩定的駕馭區間 那他的定位 也就是拿來做日常宣實用 如果是新手跑者 或體重比較大的跑者 我覺得這款跑鞋 也算是還蠻不錯的選擇 因為他第一個腳感真的很輕 跑起來會沒什麼存在感 但是又可以給你很好的這種 緩震穩定的感覺 穿起來整體是比較偏舒服取向的 比較不是速度那類的跑鞋 這款跑鞋呢 剛剛跟NB相比 哇 他整體重的感覺 存在感是更明顯 但沒辦法 NB那一雙就主打非常輕巧 那小飛馬這雙跑鞋呢 他一直都是入門跑者的 算是很大的選擇 甚至很多通勤上班族 也都拿他來走路 那我覺得無庸置疑的是 因為他的中底設計 他的後跟在你落地的時候 其實是比較厚 走路或是跑起來 都是比較穩定緩正 滾動到前掌的時候 你又可以感覺到 他的前掌其實變比較薄的 所以其實在路感的反饋上 在前掌的時候是比較靈敏的 所以你在落地 可以給你很好的緩正穩定 那往前滾動到前掌的時候 你又可以帶給你很不錯的腳感 很好的推進感受 那這次換了全新的中底 跟上一載40載不一樣 整體腳感我覺得是相比 40載再更軟了一點點 那也沒有到超級軟啦 如果NB剛剛的軟Q程度 有到7到7.5分 這雙大概只有6到5.5左右 就是稍微比較偏扎實一點的腳感 沒有這麼軟Q 那以他的我覺得側向剛性穩定度來說 其實是比剛剛的NB跑鞋再來 更好一點點 他的穩定度其實是相對於 側向加速來講 我覺得都是更好 但也因為是這樣 所以他整體的鞋重是比較重 因為你看他的旁邊的支撐 都是給的很扎實 所以他的包覆性是不錯 然後他整體的重量 就有一點點提升 那第二個我覺得要小小講的缺點 是他的後跟 他其實後跟在穿脫的時候 你就可以感覺到 其實後跟有一點點 沒有這麼穩的感覺 他沒有完全把你的腳跟咬住 所以如果你在鞋子 綁得沒那麼緊的情況下 其實就有一點點鬆脫的可能性 當然像我現在鞋子綁緊的 還是很好穿脫 代表他沒有這麼包進來 讓你的腳有那種很穩定的感受 所以在加速的時候 可能有一點點沒有這麼放心的感覺 那我自己穿這張跑鞋 我覺得跑了兩到三次的12公里輕鬆跑 其實我覺得他如果駕馭在五分數左右的區間 也算還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你要再快的話 其實就有一點點辛苦他了 因為我覺得他的鞋重是蠻明顯的 那如果以五分數到六分半七分左右 也算是一個新手很適合的駕馭配速區間 那要跑配速跑四分半左右的話 我覺得也還算可以接受 但如果以他要跑間歇的話 其實就有點辛苦吃力了 因為我覺得他有點落地的瞬間 會有點把力量吸走 你在滾到前掌的時候 他其實比較軟 所以他的力量會有點消失不見 那整體來說 他的軟Q程度 我覺得大概可以給他到五點五到六分 那他的推進感受 我覺得可以給他到大約是五點五左右 就是都是很中庸的水準 但是你說他要很好也沒有 但是他也不會到太差 就是很適合新手駕馭的一個區間選擇 那如果真的要講的話 我覺得小小缺點就是他的鞋重還是比較明顯 存在感還是比較高一點 但如果你拿來走路 然後下班要直接去跑步 我覺得算是蠻適合的選擇 怎麼樣最快速的辨別 這雙鞋適不適合新手 其實可以看到後跟的這個位置 通常比較入門的跑鞋 後跟的肉都是比較多一點點的 因為他給你比較好的包覆舒適性的感受 然後可以比較好的咬住你的後跟 但通常比較頂級的跑鞋 像碳板跑鞋 或是中階的那種TPU版的板柴跑鞋 通常啦 後面這邊的肉都會減少很多 甚至如果你看Vaporfly或是Adeos Pro 3 都只會在裡面內側兩塊 加入一小塊的東西而已 你看這雙 就像這樣一小塊 其他旁邊幾乎是扁的 所以如果你要快速辨別 你可以從他的後跟看 這雙鞋是不是很多肉 通常很多肉 大概率都是蠻適合初中街跑鞋的跑者 但是大家請不要覺得大家都駕馭得了 中高階跑鞋 還是有差的 沒有但老實說那只是為了偷輕啦 這種跑鞋穿起來還是比較舒服 那就算沒有肉 不會快多少 可是你會覺得包覆性感受 會稍微有點沒那麼安心感 所以這種還是比較舒適一點 下一雙美金龍的Web Rider 28 接著第三雙跑鞋是這雙美金龍的Web Rider 28 這雙跑鞋蠻幸運的 我們收到的是這次奧運的限定配車 所以整體它的設計語言上面 有很多這次中華隊要去參加奧運的元素 你看這邊有個TPE 內側也有大大的TPE 然後整體的鞋子的配色呢 也就是紅色、白色、藍色為主軸 那波浪片呢 它是用一個金色來點綴 比較有趣的是它的鞋墊的位置 也有一個小小的暗藏玄機在裡面 一個台灣字樣 那外觀我覺得整體是非常好看 雖然是今天這雙跑鞋裡面 我個人比較偏愛的一款 那如果以中央跑鞋的感受 前面NUBEX可能是比較軟Q的 那以Nike的小飛馬 可能是比較偏硬扎實的腳感 我覺得今天的這雙Web Rider 28 是最中間等級的 就是你如果想要軟一點 可以選NB 想要硬一點 可以選Nike 那我覺得美金龍 就算是比較中間的鞋款 好我們來聊聊看它的鞋子 它的後跟啊 相對於上一代其實也有更變厚了一些 也往後延伸了多一點 所以整體在落地的感受上 你可以感覺到它的穩定 跟緩震的感受是更明確的 那腳感來說也是比較偏軟Q的腳感 但是滾動到前側的時候 它的前掌啊 會是比較接近小飛馬這樣 就是前掌其實是比較輕薄的 腳感路感是比較明確的 所以它的滾動感受 往前到前側的時候 還是可以感覺到一點點波浪片的 這個推進往前的感覺 當然啦相對於它的更頂級的這些 碳門跑鞋來說 可能推進沒有那麼暴力 但我覺得以慢跑 偶爾提速的這種 稍微短短的速度訓練來說 也算是蠻適合這雙跑鞋的訓練區間 那以這雙跑鞋來講 我覺得它的穩定感受 就是在側向的扎實感受度上 應該也算是 跟Nike算是並列齊序的 兩雙跑鞋都算是蠻穩定的 那在加速性上面 它也算是很靈敏的 你想要給它加速的時候 它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輕快感受 但是我覺得它更勝Nike的地方 是它的包覆感受是更好的 其實在上面這個缺口 我們之前在HOKA鞋子也有聊過 這個缺口越小 我覺得它的包覆感受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它其實你看 後跟的位置在這 它後跟的位置收進來 其實包進來的蠻明顯的 其實可以看到你在後跟的位置 在裡面的話 它是可以帶給你 比較好的這個 咬住後跟的感覺 所以整體來說 它比較不會有這種感覺 後跟快掉跟掉跟的這種狀態出現 那以整雙鞋來說 我覺得它的緩震軟Q程度 應該可以給它到7.5分左右 那如果以它的推進感受 我覺得大概有到5分到5.5分 所以整體來說 它就是在NB鞋子 再更硬一點點 但又比Nike軟 但以推進感受來講 它可能沒有Nike這麼偏硬偏反應靈敏的腳感 但它還是比NB好了一些 所以它算是今天的這雙雙鞋裡面 算是比較中等 要上要下 都還是可以接受的區間 但我覺得必須要講 我覺得它的抓地表現 是這三雙跑鞋最好的表現 因為其實剛剛穿NB 它比較沒什麼顆粒 Nike雖然有顆粒 但我覺得整體在抓地感受上 這個美金融的鞋底還是感覺 是比較抓地好摩擦力 係數比較大 這種Body的感覺是比較明顯 最後來跟大家總結一下 這雙雙跑鞋 我個人認為它們的區間 跟適合的這個選項 如果你是比較喜歡腳感比較軟Q一點 然後它的穿起來舒適性是最高 就是像是坐在沙發上 然後可能以車子來講 你就是喜歡它 Cushion很軟很舒適 然後你也不用開很快的話 當然就第一個首選是NB的這雙V4 因為它整體的腳感來說 是三雙跑鞋裡面最輕的 再來第二個是它的軟Q程度 也是算這三雙跑鞋裡面比較高的 那我覺得整體來講 舒適性來說 它應該也算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但是各有好壞啊 畢竟你要它軟Q 就不太可能它又很暴力 除非像碳板跑鞋 所以它是一個就是有軟Q 可是暴力程度來講 可能也算是今天比較溫馴一點的跑鞋 因為它前掌的位置其實是比較厚的 所以其實你的腳感沒那麼明確 抓地感受反應就沒那麼好 所以軟Q的舒適的可以選它 那如果第二種選擇 你比較喜歡腳感明確的 加速感受很靈敏 你也很喜歡反饋很直接 比較硬派的跑鞋的話 可以選擇是Nike的小編碼41代 因為整體來講 它的中底應該是這三雙跑鞋裡面 比較硬派的 比較紮實一點 然後回饋也不會這麼過度軟Q 當然啦 相對它自己的上一代 它已經有稍微變軟 但是以這三雙跑鞋來說 它還是稍微比較紮實的 所以你喜歡腳踏實地的跑者的話 我覺得小編碼也算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它是一個比較靈敏 比較反饋直接的跑鞋 OK 那最後一個當然就是 以一個綜合型考量的話 我會比較推薦的是 美金融的Wave Rider 28 因為它是一個 要上可以 要下也還OK的狀態 不會太軟Q 但是你要它加速 也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表現 所以 以最中庸 最穩定 最完整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推薦這雙 美金融的Wave Rider 28 因為它比較 不會這麼紮實交感 有些新手可能覺得 我不喜歡穿那麼硬的 但你想要偶爾稍微 熱血一下 充斥一下 它還是可以帶給你還不錯的 反饋的這種感覺 所以它算是三雙跑鞋裡面 比較中等的 就是不會太軟也不會太硬 比較中間線的選擇的話 會推薦Wave Rider 28 當然以這雙雙跑鞋的 顏值來說 我個人 會比較喜歡的是 美金融的Wave Rider 28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 跑鞋大亂鬥 就是 其實也算是 以新手特別加開的一個 新手跑鞋的選擇推薦 這雙雙跑鞋 各有優缺點 也適合不太一樣定位區間的跑者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選擇需求 來做你最後的選擇 當然我覺得這雙跑鞋 對於新手來講 都是非常友善 也很推薦 OK 那以上就是這一集的 跑鞋大亂鬥 也是我們針對 新手友善特區開的一個 特別系列 針對大概 3000元左右的價位的 推薦跑鞋 那我覺得這雙跑鞋 其實都非常適合新手 那你就可以依照你自己 比較喜好 比較適合的類型 比較喜歡軟的 比較喜歡硬的 來做一個選擇 當然 其實新手跑鞋 還不只這三雙 我們下一集會跟大家開箱 有Adidas 還有亞瑟士的 新手跑鞋推薦 大家也可以期待我們 下一集的 跑鞋大亂鬥喔 我是你的教授之外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也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這三雙跑鞋 如果你自己要入手的話 會是比較選擇推薦哪一雙呢 那我們就下一集影片見啦 掰掰 就在這三雙跑鞋 五十多年 再一起唱 一些金錢 Faculty網站 越來越來越 Inform你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